还原冠里面的三种周变 你看这个贤手大使归拿这个经典里面的讲法 第一个是念头才动周变发迹 这个速度不是光所能比 我们起心动力这个念头周变发迹 再说任何物质它都在波动 它波动就物质就没有了 它在波动 这个波动也是周变发迹 这是它的本能 波动这一动它就周变发迹 所以我们看整个宇宙好像是存在的 实际上这才叫真相 第二个现象 触身无尽就不万化通 就那么几片东西 你测开来看看没什么奇怪 可是你去转的时候 那个里头的图案是没有直接的 触身无尽 第三个现象是 寒荣空游 这都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要了解四世真相 然后你就能够转变四世真相 极乐世界 滑藏世界 跟我们这个地球 有什么两样吧 你们做三世心念 中风禅师开始念得很熟了 他讲得多清楚多明的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其实是我心 此方即净土 净土即此方 真点是一不十二 那为什么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 没有那么好 那么样的美好 没有别的 心善 佛在弥陀经上介绍得很清楚 人家那个地方 借识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但世界好 心善 没有一样不好 心要不善 那就变坏了 所以万民境界 是随心转的 相有心生 敬随心转 这两句话重要 我们要想自己身体健康 没有别的 你念头证 你身体健康 得了重病 没有关系 那些带着病毒的细胞 是怎么造成的 贪嗔痴慢 也造成的 我把这个丸子攥掉 我心里面充满了 界定会 充满了 仁义道德 就改变了 这个万化筒 道具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它就变化无穷 能生万化 能生 出生无精 你都在这里看出来了吗 所以这些 我们就想 任何人将灾难 预言灾难 是不是真的 是他那个时候看到的现象 但是过了几天 过了几年 会不会再生一个现象 不确定 如果人的这个念头没有改变 就可能发生 如果念头一变 它就变化了 所以没有一样是确定的 只有 变成不变 是自信 自信是什么样 自信里头没有物质 也没有精神 什么都没有 在我们镜头中 叫它做什么 叫长级光 长级光是自信 这是自信 所以自信 你不能说它没有 也不能说它有 为什么说它不能说它没有呢 它能现 为什么说它不能说它有呢 所以现的全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设法界一正当年全是假的 全是梦中经纪 可别把它当真 但是做梦 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冤枉受这些苦恶 这都不能不知道 觉悟的人 看到了一些人很可怜 有义务 为什么它跟梦是有提 一切法 同时自信别现